早餐吃牛奶鸡蛋,都不如吃个它,这才是真钙王,天然好吸收,营养又健康。 要讲到钙王,那莫非就是我们的骨头汤了? 俗话说缺钙的人就得多吃点骨头,骨头中的骨髓含有极其丰富的钙,深深地吸一口,把骨头的精髓吸到肚子里,把钙的能量吸收到自己的骨头里。 今日我们分享的是海带骨头汤,骨头本来就是很补钙的了,再加上海带里的钙,更是钙上加钙,营养超级丰盛。 海带跟绿叶蔬菜相比出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以外,其粗蛋白、糖、钙、铁的含量均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 海带和骨头的搭配完全可以称得上是钙元素,完美的结合。 接下来,带大家欣赏海带骨汤的做法。 海带骨头汤 配料 海带适量 排骨适量 黄豆适量 葱姜适量 烹饪步骤 一海带泡发切好 二黄豆泡发 三排骨洗干净焯水 四然后把排骨放进锅中加入葱和姜 五加入海带和黄豆煮一个小时 六出锅前撒上葱花和盐就可以了 烹饪小贴士 一、干海带 和绿色或土黄色的干海带是比较正常的颜色 干海带以叶宽厚色浓绿或紫中微黄 无枯黄叶者为上品 干海带是含点最高的食品 同时还含有一种贵重的营养药品干露醇 点核干露醇 尤其是干露醇呈白色粉末状附在海带表面 不要将此粉末当作以霉变的劣质海带 另外海带经加工捆绑后应选择无泥沙杂质 整洁干净无霉变 且手感不沾着为佳 二、盐自海带 将鲜海带烫煮后 再经冷却、盐自、脱水等工序加工而成的是盐自海带 颜色为墨绿色 以臂后者为佳 一般用作凉拌菜 食用前用温水浸泡 可增重三倍左右 此外 再给大家推荐一些补钙食物 一、补钙护骨紫菜 铭元素是骨骼中的重要成分 能够帮助钙质的吸收和利用 所以大家在补钙的同时 一样要注意铭的摄取 紫菜中含有的铭和钙都很丰富 还有铭元素宝库的美称 生活中多吃紫菜 就可以同时补充铭元素和钙元素 达到强健骨骼 预防骨质疏松的目的 紫菜的营养价值 蛋白质含量超过海带 并含有较多的胡萝卜素和和黄素 其蛋白质、铁、磷、钙、和黄素、胡萝卜素等含量居各种蔬菜之冠 故紫菜又有营养宝库的美称 紫菜属于藻类在海洋里面生长的 它的矿物质相对来说是丰富很多的 还有它氨基酸的含量比一般的食物含量都高很多的 只需要每天摄入50克的紫菜 慢慢你的骨头就会越来越坚固 紫菜最佳的食用方式就是做成汤 在凉爽的秋天既能补钙又能暖身子 在做紫菜蛋花汤的时候 不妨可以加入少许的虾皮 进行营养的均衡搭配 因为虾皮含有大量的钙离子和蛋白质 用虾皮搭配紫菜 这样做出来的汤不但含有钾 铭、磷等矿物质 还有丰富的钙离子 这都是护骨非常重要的元素 紫菜算是比较便宜又能很好的补钙质王了 其实生活中很多我们日常经常吃的食物 补钙效果也很棒 二、补钙食物 一、鸡蛋 鸡蛋营养丰富 是优质蛋白质和B族维生素的良好来源 而且人体必须的八种氨基酸鸡蛋全部含有 同时还含有丰富的卵磷汁 能够起到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 鸡蛋中所含有的钙虽然不是最高的 但是胜在营养全面 所以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提出 健康的成年人每周鸡蛋的食用量 已不超过七个为宜 而对于营养需求量较大的青少年和老年人 可以适当增加鸡蛋的食用量 二、萝卜英 其实很多蔬菜的补钙效果也是不错的 例如常见的菠菜和小白菜 而蔬菜中的补钙冠军是萝卜英 每100克萝卜英中所含的钙质为350毫克 这个数值远远超过牛奶 只是生活中很多人不太喜欢萝卜英的味道 在买萝卜的时候 直接将其扔掉太可惜了 蔬菜中的钙也比较丰富 而且其中还含有其他多种维生素 有利于促进钙的吸收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要买新鲜的、吃新鲜的 尽量少吃或不吃隔夜的蔬菜 三、千张 千张也就是干豆腐 一种家常的豆制品 因为含有极少的水分 所以其中的钙质含量比豆腐、豆浆都更为丰富一些 著名的太和 千张是柔软 尽道又美味的代表者 虽然不是每一份千张都能像太和千张这样美味 但是其中的各类营养总是实实在在的 所以中老年人可以常吃一些 四、木耳 木耳是一种家常的食用菌 它不仅含有丰富的维生素钙质成分 也是蔬菜中比较丰富的一种 虽然远远不及奶类与肉类 但是也是素食者的补钙福音 很多绿叶蔬菜中都含有大量的草酸 比如菠菜、馅菜等 而木耳并不含有草酸 所以并不会影响到钙质的吸收 五、鸵奶 鸵奶是新疆的特色奶类 在古时 鸵奶就是游牧民族的日常饮品 甚至在后来还被列为贵族享用的高级饮品 直到现在 鸵奶仍然是新疆哈萨克族人民的特产奶类 鸵奶有着十分丰富的钙质 优质蛋白、维生素成分 加上乳铁蛋白与溶菌酶成分 常喝对骨头、对身体都会有益处 在食补的同时 也提醒大家要注意合理饮食 因为也有一些食物会影响到补充的效果 比如太咸的食物 对于不少老年人来说 口味都比较重 但若一边补一边吃太多高纳食物 可能起不到很好的作用 若是通过这种补充的方法 不能满足身体所需 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药补 但一定要注意合理补够了就行 不是多多益善 相反 盲目补太多效果反而不好 还可能增加其他健康问题的风险 得不偿失 具体选择哪种要从实际出发 不要觉得越贵的就一定越好 当然了 这也并不是说所有的老人都要补 有没有需要要根据自己的实际身体情况来 若其实不缺 但跟风补充是没必要的 还会增加身体负担 一般来说 成人每天摄入八毫克比较合适 但老年人的吸收能力下降 还会流失 建议摄入一千毫克的量 若达标自然最好 若不足或过量了 其实都不好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 去盖的直接表现就是骨质疏松 那骨质疏松有什么症状来让老年人注意呢 三 骨质疏松的症状 一 腰背酸疼 骨质疏松的患者容易出现全身骨痛的情况 也就是没有固定点的疼痛 这是因为骨质变脆弱 承受不住体重 腰背酸疼就是十分常见的骨痛症状 有80%的骨质疏松患者有腰背酸疼的情况 二 容易乏力 骨质差的中老年人很容易产生劳累感 走一段时间或者稍微劳作一会儿 就会觉得全身劳累 也就是进行简单劳动就会有明显的劳累感 负重能力也会出现明显的下降 三 变矮 鸵背老年人身高变矮 其实和骨质疏松有着很大的关系 骨质疏松会导致腰椎的支撑力下降 因此就很容易出现鸵背变矮的情况 严重的鸵背会妨碍肺脏与心腹的正常功能 比如呼吸不畅 消化不良等 钙是人体重要元素 可以促进骨骼发育强壮 是牙齿兼顾骨骼作为人体的基础和支撑 骨骼中的钙元素也会逐渐流失 从而出现各种骨骼类的疾病 骨密度的降低是必然的事情 但是不能放任骨骼的健康程度 与老年生活的舒适度是相关联的 所以尽早关注骨骼健康 也就能让自己过得更舒服 总而言之 钙对于健康非常重要 特别是对于老年群体来说 容易陷入误区 在补充上 更要注意科学合理了解缺钙的危害 即时合理地补充 不仅老得更慢 身体也会更健康 身体更好 晚年的生活质量也会更好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看完之后 您有什么感受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